Hello大家好,我是J2Lian小姐Jennifer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SocialFi也就是社交金融 这个赛道中有一个不可错过的项目 那就是Forecaster 那它是一个10亿美元估值 1.8亿美元融资的项目 那这边来科普一下 SocialFi也就是Social再加上Finance的缩写 那所以呢就是社交金融 主要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参与社交媒体互动的同时 也可以顺便赚取收益 另外SocialFi也是试图解决传统社交媒体平台上 个资安全还有资讯等等过度中心化的问题 那使用区块链的特性 让大家的拥有权呢 还有行为记录都会放在脸上 那一直呢有很多SocialFi的尝试 譬如说像是Lens还有像是Frentech 还有就是Fever以及FantasyTop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有这么大规模的去中心化协议 目前呢就属于Forecaster而已哦 那它呢也受到以太坊V神所青睐 那在这个Forecaster上面呢V神都是一直在po文的 那最近啊有消息发出说 预计Forecaster会像大多数协议一样推出代币 因此啊我们当然要赶紧来参加嘛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来汇整一下说 这个Forecaster我们要怎么样来埋伏 那大家呢就可以用J2V小姐的连结赶紧来参加起来 我会把这个连结直接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 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先来讲一下说 这个Forecaster还有就是这个 Wordcaster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Forecaster呢它是去中心化的社群协议 那也是属于V3社群模组化基础建设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资料库哦 那这一个Wordcaster它算是一个基于Forecaster协议 建立的一个社交的APP 也就是前端 那或许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V3的Twitter 那它呢是Forecaster协议中的官方Dapp 那当然呢也是还有非常多个就是Dapp 但是呢今天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我们要怎么样来注册 Wordcaster这一个项目哦 因为呢现在如果说你来参与Wordcaster 既然埋伏Wordcaster它本身的空头 那也可以埋伏未来Forecaster协议的空头哦 那也可以顺便交互Best链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鱼三吃的 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融资哦 Forecaster它的融资呢是非常的亮眼的 融资金额是高达了1.8亿美元 那其中的1.5亿美元是5月21号才刚刚公布的 那它呢是由Paradigm所领头高达10亿美元的估值哦 那它呢是目前市场上对Web3社交媒体的最大投资 那其实啊它的注册呢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是呢会需要付5U 那它呢也是排除了非常多来刷空头的机器人 然后因为呢它是需要5U的嘛 那它呢就只要在手机里面的App Store去支付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记得哦请大家务必要用J2链小姐的连结来注册起来 因为用J2链小姐的连结 你就可以拿到50WARP的奖励哦 那我们也来讲一下 刚刚我们讲的会拿到WARP的奖励 这个是什么 那它呢就是WARPcast的点数系统 那它是专属于WARPcast的集中化而非链上的哦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WARP呢 它想象成是航空公司的里程点数 那它呢可以去打赏或者是兑换NFT之类的奖品 那对于你的账号火药度呢 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WARP呢 它的价值是不会波动的 每一个呢是固定0.01美元 那它是无限量供应的 所以呢WARP呢它可以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哦 它呢可以连结另外一个FARCASTER的应用程式 那它可以去铸造特定的NFT 那它呢也可以去支付朋友的FARCASTER的入门费用哦 所以你可以帮朋友去付这个5U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每天向另外一个人赠送100WARP 那还有呢就是在一次的CASTER中你可以来赠送10WARP 但是啊这边注意哦 这个WARP呢它是不能够去卖成其他链上的代币的 所以啊如果说你买进去之后呢 你就只能够在WARPCASTER里面使用 所以啊我们这边看到了 Socialify呢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让用户之间互相的奖励 那这边呢在WARPCASTER里面它就可以很轻易的做到了 所以啊当我们去创建好账户之后 你就可以非常积极的在上面去做互动发文 那如果说你想要获得更多的WARP的话 那你就是在注册之后你可以去邀请你的朋友 那你呢也可以获得50的WARP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啊 这个WARPCASTER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埋伏 那我看到的这个说法是你最低的标准是你必须要有10个的关注者 10个的赞还有10个的贴文 然后呢就绑定BARPCAS地址要有20个交互以上 那当然啊我们最好是远远超过这个目标会是最好的嘛 那再进阶一点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使用WARP的话就有机会 那再来呢就是去拿官方所给出的POWER BADGE 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WER BADGE是什么 好大家可以看到哦在名字后面会有一个像是这样子紫色的 它就是POWER BADGE 那要注意啊这个POWER BADGE啊它算是一个保证嘛 但是呢这个POWER BADGE它不是永久的 每天呢就会重新计算 好那你可能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拿到这个POWER BADGE 那官方的文章是讲说 你必须要使用Forecaster几个礼拜 还有呢就是你要经常去post一些其他POWER BADGE 用户会按赞留言还有转发的内容 以及就是不要贴那种狠罐头或者是重复性的文章哦 那就可以拿到这个POWER BADGE 那其实呢Forecaster之前有一阵子是因为这个Dedgen的这一个代币它起来的 Dedgen空头当时给到了Forecaster上面的用户哦 那这个名币啊也是Best链上的前三大代币 那现在呢在Forecaster上面呢也是最活跃的社群之一哦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Forecaster是来到了9万人左右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群要怎么样来玩起来哦 那目前这个Dedgen它是进行到Airdrop 2的Season 5 那你可以从打赏中获得 那也可以提供流动性获得空头哦 那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呢 你就要先存1万颗的Dedgen到你的钱包里面 那你可以到Best链上的Uniswap去购买这个Dedgen哦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Wordcast上面留言 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下面这边 譬如说它可以给50颗Dedgen 这样子你就可以打赏给其他人哦 非常的有趣 还有譬如说它可以30Dedgen 这就是它就会打赏给其他人30 好那最后赛季结束的时候啊 这个Dedgen呢它会用1比1的方式去获得 所以说如果你在社群里面活跃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得空头哦 非常的独特的一个机制 我们也仔细来看一下这一篇文章哦 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文章上面呢 它有一个小视窗 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Fram 那它呢是Farcaster里面的小城市 也可以讲成是小程序那种感觉哦 那有人呢就开发了这个 让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积分 你按下My Status就可以看到了 那除了像是Dedgen之外呢 其实还有Mask也是有这样子的项目哦 那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来挖掘看看 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下说Farcaster 还有跟Zora推出NFT 那其中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就是Farcaster OG 那它呢只有938张哦 那这个呢地板价格竟然是来到了2.04以太 那最近啊也有一个新的哦 那这个新的呢 是可以命起来放踏空的 那目前命的话呢 价格会是0.000777以太 那这个是含命还有gas fee哦 那这个连结呢 我会直接放在影片下方 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命起来放踏空 好那总而言之啊 当然啊 Jover会认为你自然而然的 变成Farcaster的用户呢 是最好的方式啦 什么叫做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是不为了任何空头的目的 那它呢就是一个social嘛 所以呢大家就赶紧开心的玩起来 这样子会是最好的 好那最后啊 也麻烦大家把J2恋小姐的 Wordcaster也追踪起来 我会把连结直接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又有人提到是说啊 这个项目它发币的时间可能呢 还没有这么快 所以呢请大家就谨慎评估 因为呢如果说你现在进去的话 也是需要5U的嘛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还是要提醒大家 加密货币或是NFT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投资 请大家务必要谨慎评估 就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